Hello,大家好,我是Tony 目前七八千元的单价在惠阳可以买到什麽楼盘呢? 如果远离市中心,地方比较偏僻,你一定不会喜欢 如果只有两三栋小区,连似仰的花园都没有,你更加不会喜欢 其实这样的要求高不高呢? 其实谁买楼不想花园靓点,楼盘大点,最紧要价钱还要便宜点 市中心可以有七八千元的单价,还要是燃楼 目前可能只有东方柏妇对你 因为这个小区是非常成熟的,已经是现楼阶段 有不同的凍数的业主已经是入了火的了 你可以看一下,我在楼下的底箱和老板在喝茶 不如这样,我先介绍一下这个楼盘的交通区位 这个楼盘可以五分钟不用,可以开车去到淡水的高速公路的出口 还可以五分钟不用,去到惠阳汽车总站 这个惠阳汽车总站有直达深圳狼湖商城的大巴 费用都是四五十元,一小时都不用,可以回到深圳 15分钟可以去到惠阳的高铁站 高铁站不用多说,一天很多班车可以回到西九龙的 费用都是一百元 这个楼盘不是传统意义的临深楼盘 如果你说我要转地铁,可以吗? 这辆开车或摩德士,起码要25分钟才可以去到深圳14号线的沙田地铁站 接着我又介绍一下附近有什么商业配套 首先我说一下附近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半岛体育公园 购物来说有一个大型的综合体,那个叫天安尼 里面衣食住行都会有,如果要去Walkmark 印象会购物中心可以不可以呢?就比较远一点 可能要开车过去15至20分钟才可以到得到的 如果说完附近有什么大型的商业中心呢? 那我们不如说一下这个小区楼下有什么底箱 究竟是否一个成熟的社区呢? 我们看到门口有一间很大的盆住的湖南商菜 这间店是非常好吃的 我昨天和摄影师都吃了一餐饭 两个人百多元,在这里就不说了 如果底箱还有什么呢? 牙科诊所、KFC、中国银行都进驻了 已经开了业了 所以你买在蜜羊淡水市中心的楼盘来说 你对配套是一点都不需要担心的 那我们现在去一去沙盘看一看 现在在卖第几栋有什么积极呢?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东方派悦府 是一个维合式设计的小区 它总栋数有14栋那么多 我们现在主推的货尾单位 就是8栋和9栋 这两栋是两个面积段的 88栋三房两厅两位 和98栋三房两厅两位 还有一栋是柳黄单位 14栋 对了,这个是14栋 14栋卖的面积有98栋三房 和119栋四房单位 是的,我们可以看一看 如果你要这个楼黄单位 有机会看到对面 其实对面是有一个烂尾楼的 那个景观当然不影响你使用的 是景观差一点 那门口都有一条 绿车道的人民三路 如果你买8栋和9栋 都会有一定的噪音的影响 话不多说 我们去看看示范单位 我Tony再帮你看一下 这个小区有什么优点 和有什么缺点 Let's go 我们现在来到东方派悦府的小区里面 各位观众可以看一下 这个小区的陆化和入住率 说明是现楼的了 那栋楼前两年已经交付了 各位观众一定是很好奇 为什么前两年的楼 前两年不卖 现在才卖 因为前两年你知道 发展商打算是好卖 有几栋楼是未拿出来卖的 但当市场的环境差了 它是想减价 但备案价又不是一时三下可以调低了 所以现在备案价终于调低了 134元降至8000多元的单价 话不多说 谢谢示范单位 我们首先看一看最小的一套 88方的三房两厅两位产品 首先进来左手面就是厨房 厨房就是L型的设计 最好最难可贵 门口还有一个生活路堂 生活路堂可以把洗衣机 做完的洗手盘 放在楼上也可以放在衣架 这个可以充分利用空间 其实这个饭厅都一点都不小 88方来说 我们现在看看这套单位的布局 在右手边就是一个客厨 客厨做了升盘 马桶里面还有一个林浴间 这个窗头对着你的生活路台 空间很实足 我们看看右手边的第一间房 右手边的第一间房 客人房其实都很大 这个飘窗足足足有60cm 在5床都可以做到三边下床 你可以看这间房做多功能房 还是没有房都可以 那第二间房 其实第二间房 是这个加一的房 是一个阳台 震属一半的面积 到时你可以自己封了它 或者不封了它都可以 这间主人座房的套刺 其实不是很大的 四四方方 在洗澡房做了弧形设计 小了一点 我虽然有主人房的 洗澡房的小了一点 但是也是洗澡 洗澡、马桶都有的 它这个厕所对着走廊 主人房到时摆设 就不需要那么麻烦 因为很多主人房的厕所 是对着床的 它这一张床 差不多米8的了 依然可以穿到三边下床 这个其实88方的套刑 都很多人喜欢的 如果在八栋、九栋来说 它全部都是潮南的 各位观众可以留意一下 它现在八千元的单价 到时总价都是七十多万 就可以享有 这么繁华市中心的配套 留了一件事还没说 这个客厅的开架 还要是三米八的 说到这里 88方的单位我们看完了 可以看看 98方大三房的单位 还要是横厅设计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98方的大三房 我们看看 这个98方的门口的单位 其实可以自己利用 差不多是一个私家位 独门、独户 门都是指母门来的 这个户型的亮点 就是横厅设计 三房可以做横厅 进来第一间就是厨房 L型的厨房 都不过不失的 它唯一的缺点就是 冰箱只能放单门 双门冰箱也不能放 右手边我们看看第一间房 第一间房 它这边是一个客厅 里面是马桶 林浴箱 其实空间感都十足 做到干湿分离 然后右手边 看看房间的空间 其实这间房的空间 不过不失 它在示范单位做了公主房的设计 其实第二间房 都和88方是一样的 是任何的设计 到时这个面积是低了一半 到时可以自行决定封不封窗 但多数客人都会封窗 封了窗 可以做一间多空人房 最后一间房 客人房 主人房 不是 这里别有洞 是一间厕所来的 它的设计是做了这边 做了一个柜的 里面 就是主人房的厕所 这边是洗澡房 流浴间 但流浴间的空间 就窄少少 一公斤 不是很大的 马桶 升盘全部都有 这个主人房 如果是98方 不算大 这个米8 都可以做到三边下床 亮点不太多 但我觉得 这个楼盘的优点 就是配套成熟 还有价钱便宜 8千元的单价 横厅差不多到7米 露台看着内缘 如果喜欢景观 可以高一点 买高一点 如果刚才88方 那单位的露台 面对着主干度 一定是有噪音的影响 接下来 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最最终的 119方 最后介绍的单位 是119方 四房两厅两位 优点固然之多 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现在在这里 Tony 帮你总结一下 这个楼盘的缺点是什么 第一个缺点 是小区对面 有一个南美楼 如果是对小区的景观 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如果你买8栋 9栋 就看不到南美楼 如果是买14栋 是有机会部分单位 可以看到 对面的南美楼的位置 是比较肉酸一点的 但是 就不影响 使用这个小区 只有部分看到而已 第二个缺点 是门口 有一条主干度 是人民三路 开工 上班 上班 就有一定的交通噪音的影响 你买主城区的单位 是一定有这样的缺点 是避免不到的 第三个缺点 是这个楼盘 不是临心的楼盘 如果开车 开车 都要25分钟 才可以到深圳的地铁站 14号沙田地铁站 如果你要经常往来 香港和淡水 就可能不是很方便 适合什么人 适合长期居住淡水的朋友 第四个缺点 因为楼盘身处于 惠阳淡水救城区 它周边的城市面貌 都比较旧的 这个都是市中心楼盘的通病 第五个缺点 第五个缺点 是小区的物业 是开发商 致辞的三顺物业 知名度 就比较低些 服务品质 口碑都是一般的 和市面上一级之质的物馆 都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中上所属 这个楼盘 是优点 便宜 交通 方便 和市中心配套 方便 缺点 我刚才都说了 如果各位朋友 有兴趣 上八千元单价 几十万 就可以买到现楼的朋友 享受市中心配套的朋友 可以过来这里 看一看这个楼盘 东方柏叶府 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 90800 9097 通年 可以带各位观众 过来看楼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